Hello,大家好,我是安安 欢迎收看每周一和周三固定更新的减脂便当系列 在我分享轻食的这几个月以来 我收到了一些学生党的私信 他们问我能不能出一些在宿舍不用开火也能做的减脂餐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懵 当时我就在想,不开火怎么做饭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在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不开火也可以做的减脂餐 而且这个减脂餐是我之前轻食店里卖的很好的一款饭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那你就往下看吧 一份健康又营养的减脂餐呢 蛋白质、脂肪、碳水之三个都缺一不可 那碳水和脂肪都比较好搞 蛋白质从何而来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说鸡蛋 可是总不能天天吃鸡蛋吧 那不用开火也能得到的蛋白质 就是,登登 金枪鱼罐头 其实金枪鱼的搭配有很多 可以和鸡蛋吐司一起做一个三明治 或者直接拿它跟蔬菜一起做一个金枪鱼沙拉 如果你没有冰箱的话呢 一罐金枪鱼打开的当天最好就都吃完 不然的话会很容易变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做法呢 比较适合中餐 那首先除了金枪鱼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一碗米饭 我这里是一两米饭加10克的玉米 其实金枪鱼跟糙米饭搭配的口感是最好的 但是考虑到学生党可能比较难搞的一碗糙米饭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用白米饭 但是不建议用纯的白米饭 因为米饭的GI比较高 所以直接吃纯白米饭 而且就一两的话会饿得很快 所以建议大家搭配一些其他的主食 那我觉得学生党可能比较容易搞到的就是这个玉米 除了这两样主要的东西以外 还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一样就是这个蛋黄酱 用蛋黄酱呢 搭配金枪鱼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综合一下它的腥味 二是因为金枪鱼它的脂肪含量特别低 几乎是没有的 对 只有0.5克 所以用蛋黄酱可以和它综合一下 因为蛋黄酱几乎就全是脂肪了 然后第二样就是这个拌饭海苔 这个海苔真的超级好吃 跟普通的那种海苔不太一样 你们如果要买的话就搜拌饭海苔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热量其实还挺高的 但是我们就用一点点这个热量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如果你们买了的话 记得一定要把它放到比较难拿到的地方 要不然的话我怕你们忍不住会一直吃 主食和蛋白剧都搞定了 接下来就剩下菜了 那我搭配的是蔬菜沙拉 一方面是为了解腻 二是这个不用开火 你们如果想买的话 直接在淘宝上搜新鲜蔬菜沙拉就可以了 它里面会跟你配各种各样的蔬菜 你们可以选择跟同事或者是同学一起A这个菜 要不然的话 可能接下来的两天都要吃这个蔬菜沙拉了 它一送的话是一斤或者是两斤一送的 量还挺大的 蔬菜的话最好是趁新鲜吃嘛 所以可以跟同事同学一起AA一起买 我今天还搭配了一个这个美育坚果 作为优质脂肪的补充来源 今天要用到的食材都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它的新鲜椰子 我们就开始做吧 整理换的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就开始做很烫的 我们已经做了觉得 这个好 这是一个 我可以切瓶 我们这里把锅里边 到的 我家里边 把锅里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